大家好 我是林子 今天咱们来做早餐 首先准备适量的大米 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直接给它放入电饭包中 按普通的煮饭模式 给它煮成稀饭就可以 准备一个红薯给它洗干净 然后再将它的外皮削去 再给它切成薄片 上锅蒸熟 然后我们再蒸几个鸡蛋 这样子影响又健康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电饼秤 预热刷上一层薄油 下入一桩手抓饼坯 给它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好了 我们给它取出来 脆脆的非常的香 然后我们再挤上一层 手抓饼酱 给它涂抹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哇 这回我们的稀饭也煮好了 再放上一点小孩子爱吃的枸杞 和葡萄干 我们的鸡蛋 给它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今天煮的是原味白米粥 糖和盐都没有放 我们的鸡蛋和红薯也蒸熟 我们全部给它端出来 哇 好香啊 好了 简简单单的早餐就做好了 好了我们要开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每天为家人做上热气腾腾的早餐 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林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